那我们今天就说说最贵的天价艺术品 为什么从最贵的说起呢 因为最贵的最传奇 最容易得到百姓们的关注 我们翻阅了所有的资料 找到了一件迄今为止 最贵的一件天价艺术品 这件东西就是清代乾隆年间 奉旨制造的粉彩锦上添花 开光海浪 双鱼纹镂空套瓶 什么叫镂空套瓶 你们看图就明白了 这瓶子是两层 中间还有一层是镂空状的 说起来这事也过去好多年了 2010年11月11日晚上 就是我们的双十一 那时候双十一还不火热 想想七年前双十一 还比较寂静 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小的拍卖行 突然收到这么一个瓶子 这瓶子呢 老板不明白 据说呢 东西不错 柔空的 好看 俗称粉彩 北京故宫是没有这样的瓶子的 台北故宫呢 也没有 只有一个跟他类似 这瓶子虽然好呢 但大家都认为 这个拍卖行是个 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呢 是 大家也都不在意这个事 这个拍卖公司有多小呢 说起来呢 就是一夫妻店 这个主人呢 叫彼得 在英国名字里呢 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叫彼得班布里奇 顺便呢 这公司就叫班布里奇拍卖行 外国人办公司省事 一般就动用自个儿的名字 一注册就拉倒了 这家拍卖公司经营的业务呢 特别分杂 涵盖所有的日用品 地产呢 车船呢 什么都干 还给别人评估和处置业务 那么这家拍卖行呢 历史上啊 没拍过什么值钱的东西 卖过最贵的艺术品呢 也就是一支呢 十万英镑的明代瓷碗 那么送这件国宝的这个人呢 叫托尼约翰逊 他是兄妹俩 他妹妹叫珍妮约翰逊 就是兄妹俩把这东西呢 就送到了这家小拍卖行 外国啊 在英国的乡下 这信息相对都比较闭塞 人家的这个生活过的节奏比较缓慢 不像我们 每个人都手机在手 天天一万条信息的 这个来回发着 所以呢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地球发生什么变化 也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中国艺术品呢 天天创新高 那这瓶子哪来的呢 他们俩说不太清楚 唯一的记忆呢 就是说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呢 他们父母不知道从哪买回来的 兄妹俩呢 曾经收拾父母的旧宅 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瓷瓶 发现瓷瓶呢 这瓷瓶不管怎么说啊 它直观比较漂亮 然后他就把这本地的专家呢 就这个班布里奇公司啊 就这夫妻俩呢 请到家里来呢 给看一看 这个班布里奇就发现 这个书柜顶上有这一件啊 就落满了灰尘的这一个瓶子 这么一个花瓶 挺漂亮 他说这东西好像看着挺值钱的啊 其他的东西都看不上眼 因为这两个人并不是中国艺术品专家 所以他不是太懂 他就问这个主人 这兄妹俩就告诉他说 这个瓶子两个月前呢 这个被专家呢 这个评估过 说大概值个几百英镑啊 这个早在四十多年前啊 这两个人小时候啊 这瓶子曾经参加过 英国BBC这个电视台举办的电视节目 那个这个健保的那个节目 当时的专家呢 就断定为这是非常出色的高方体 你看这很有意思 在英国啊 BBC有一个电视健保的这么一个栏目 日本也有一个 美国也有一个 形式略有不同 他们都是一种很长寿的节目 尤其英国日本 因为 这两个国家呢 他的历史比较悠久 过去你像英国在这个 三百年前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呢 产生了大量的富翁 所以他存下好东西的机会就比较多 所以这种节目他办了几十年都没有断过 不像我们的很多电视台做的节目 半个几年就关了关了章了 那么BBC的这个专家呢 告诉他说你得凭的是一高方品 你看这可见啊 这个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 每个专家呀 都是学有专长 当然我们确实也看到有些专家 就是技术比较全面 很多东西都能看 但是不排除这专家也有失手的时候 尤其四十年前啊 你看中国艺术品呢 这个西方人啊 他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所以告诉他啊 告诉主人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纺织品 那这瓶子到底什么时候来到他们家呢 说没有人知道啊 这个很多人看完这瓶子呢 就开始推测啊 就说这肯定是英法联军啊 1860年攻入北京以后呢 从这个圆明园弄过去了 我认为呀太可能了 甚至就是这么一个途径 你们想想啊 英法联军 火烧圆明园以后 大量的东西都运往了这个欧洲 主要就运往了英法 英国一波啊 你比如这个我们都讲过的放山居啊 那一大波 英国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馆也有很多 法国呢 风担白鹿宫里完全都是圆明园的东西 所以这个这件东西从他的质量来看 从他的稀有性来看 他应该是从圆明园出去了 那么这瓶子上拍以后呢 就这班布里奇呢 他的招商方式呢 就很简单 因为小拍卖行嘛 他就在这网站上就公布 有人说呀 酒香不怕巷子深 其实今天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今天主要有赖于现代的这个信息 现代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 因为是网络嘛 虽然班布里奇公司呢很简陋 但是你架不住他一上网 很多人就会知道 去过他那家公司的人都说 说他们那家公司就不像个拍卖行 像个乡村车马店 连个拍卖图路都印不起 就印个简单的小册子 最最初的那个宣传 那个就是一个折页 这个瓶子印的跟邮票这么大一点 当时我看到那个小照片都看不太清楚 我说这也有点太小了吧 然后呢 这个有人就跟我说 说你还不去买这东西很便宜 我说只要上了拍 无论多么闭塞的地方 今天在现代信息网络中 立刻就冥阳四海 我想对中国瓷器关心的人 都会知道这件东西要拍卖了 它的传播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当时班布里奇还拿到这东西跑到这个法国的一个大博览会 艺术博览会上去咨询 就很多人告诉他信息 这个工艺很值钱 至少你得值个一百万美金或者一百万英镑 结果拍卖的时候呢 这个小镇 这个小镇很小 从来就没来过这么多中国人 所以就聚集到这个小镇呢 大量的中国人就去了 我想啊 虽然有看客的心态 但是大部分人是想去捡漏的 所以在会上互相见 呦你也来了 因为这个艺术品这行啊 人都差不多互相认识 不认识也混一眼熟 所以看着这人都是熟人 有人都说你买吗 那大家说不买不买 就是看一看 你想想 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小镇镇上 跟乡下没区别 你去看热闹 不可能 所有去都本着简陋的心态 当时啊 这个藏品的这个主人呢 就跟这个公司的老板说呢 说这东西得到多少钱呢 老板说经过反复咨询 说这个一百万磅肯定是有这钱 那咱就八十万起价 那么八十万就开始起价 那天那满场的人非常的多 据说百分之八十啊 也没有精确统计 就拿眼睛一扫一看 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 都是我们这黄皮肤 黑头发的人 结果这八十万一起价呢 满场冷场 没有人伸手 行话叫鸡贼 特鸡贼 谁伸手也不是谁的 这拍卖啊 分很多种啊 我们简单的说有两种 一种叫荷兰式拍卖 降价 在报价的同时啊 不停的往下走 比如一百万 九十万 八十万 七十万 六十万 只要有一个地方 有人伸手应价 这东西就是谁的 就看你谁先伸手 而英式拍卖呢 是由低望高喊 你先伸手没有用 你先伸手是给别人呢 做一铺垫 所以呢 真正买东西的人 都不愿意先伸手 你比如我在拍卖行啊 买东西从来都不先伸手 先伸手没有意义 结果呢 都仍长啊 没人伸手 没人伸手不代表没人买嘛 心里都都惦记着 这时候呢 这拍卖师就想一想 说说这么着 重新来啊 你不是八十万没人要吗 我往下来 五十万 往下来 七十万六十万五十万 你开始往下降 结果呢 就有人伸手了 这一伸手啊 那就别绷着了 因为你伸手 别人不伸手的话 那就是你的呀 所以就不停的搏杀 这搏杀时间就长了 我们一般拍卖 一件东西啊 少则三十秒 多则三分钟 也就结束了 这件东西拍了多少呢 拍了半个多钟头 由八十万磅 降到五十万磅 有五十万磅 一点一点的啊 反复交替 多人出价 有多人出价 现在也计算不清了 最后呢 四千三百万 落锤 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佣金啊 和五千一百六十万磅 当天的啊 英镑和人民币的牌价 折合五亿五千万 这就是中国艺术品的 一个世界纪录 也是一个神话 就这么就诞生了 在一个非常不漆眼 如同乡下车马店的 一个小拍卖行李 诞生了一个世界纪录 这个纪录就仅以述职而言 到今天为止 我们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品 超过这件东西 这拍卖的过程啊 很有意思 英国的BBC台呢 还去拍了视频 那个视频太珍贵了 可以让你们先看一眼 你看这个拍卖挺热闹的吧 其实看着这个现场 非常的简陋 跟你在纽约伦敦 在香港 在北京看到大拍卖场面 完全不一样 完全就像一波起哄的人 那在拍场的两位 这个老人啊 这兄妹俩岁数很大了啊 看着这些价格呢 就不停的飙升呢 就这血压就升来了 气就短了 你这人呢 一激动 心跳就快 心跳就快呢 雪就蹦的快 雪 这个运转的快啊 循环的快呢 你的氧气就感觉不足 所以你老觉得气短 他没法相信 他爹啊 这无意中啊 留下的这磁瓶值 这么多钱 咱先别说 他最终落锤是5000多万英镑啊 就是100万英镑 在全世界哪儿都算一大钱 结果呢 就拍了5000多万镑 这个当落锤的时候啊 这个兄妹俩 这脸色都煞白 然后逐渐逐渐缓上这肉色 然后呢 开始有点这个笑意了 拍卖师呢 因为特激动 给那木锤差点给敲舌了 所以这老板呢 就是拍卖老板啊 他这个拍卖师和老板 就是一人啊 小拍卖行都是这样 自个儿当老板 自个儿招商 自个儿拍卖 自个儿包装 自个儿迎客啊 都是这些事儿 一个一个人包罗万象 就这老板啊 班布里奇呢 就特别高兴 说呀 我能够非常荣幸的 经手这样一件艺术品 中国艺术品 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拍卖行 也能够做这么大笔的交易 我这终身都没想到 其实我都可以退休了 这老板很容易算账啊 4300万落锤 他收佣金多少呢 20% 那就有860万英镑 这860万英镑 你退休 连下辈子钱都够花了 这个 这里谁高兴呢 卖主 这兄妹俩 高兴 这个 委托行 拍卖行 高兴 委托人高兴 说一下帮人家卖了这么大一笔买卖 自个儿还挣了这么大一笔巨款 也高兴 那么在场的人呢 没买到的肯定是不怎么高兴 买到的人也高兴 多方都高兴 新闻媒体也高兴 欢呼 新闻遍及世界各地 所有人都当着传奇去念头 可是万万没想到是什么呢 咱这买家不付款 没钱 没钱没法付 这买家就是咱 北京的 大老板没钱了 那么 你几天不付款 人还等你啊 时间长了 人就开始毛了 这拍卖行就说 哎呀 这人怎么不给钱呢 这在国外没有这事啊 外国人都很诚实 很老实啊 没听说过有这样一种事 就是买了东西不给钱的 最后逼的啊 班布里奇 就是这拍卖师的老板 和这个约翰逊 就是这瓶子的所有人呢 俩人结伴而行 一块来到这个中国呢 讨债 可惜呢 没结果 为什么到中国来找不着人呢 他什么时候来的呢 他是在第二年的春天来的 来了以后没有 找不着人 人也不给他钱 找谁谁没用 中间也没人斡旋 两个人就全当一次旅游 因为这俩人都没来过北京啊 也没来过中国啊 这一次就算在中国旅游了 就回去了 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 这个扫门大眼 垂头丧气的就回去了 那么在这期间呢 这个事就开始被 很多人这个 关注啊 说这么大的一个添加艺术品啊 这个到今天 成交不交割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啊 泰晤士报的记者就来找我 跟我这采访 说您这个 是这个行业的人啊 您对这事怎么看 说这买家 是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因呢 是不是因为爱国呀 我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啊 我说一定不是这个事 我说他不付款的原因 极为简单 就是他没钱了 有钱他凭什么不付啊 他就是没钱 对吧 你不信你说 这个4300万 加用金5160万 说您给5160块 你看他付不付钱 他马上就付钱 他没任何原因 就是没钱 付不起 当时一激动 举高了 那么这个事又一拖 又拖出去两年 两年以后呢 这件东西呢 在英国呢 这个很低调的啊 通过英国的另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啊 这个公司叫邦汉斯 通过他呢 私人洽购 国外的拍卖行啊 除了公开拍卖呢 经常做一些大宗的私人洽购 因为他手里有很好的客人 又有很好的信息 所以这个东西呢 由于没法交割呢 就私人之间斡旋 到底多少钱成交的 谁也不知道 因为私人洽购是保密的 从一般的常识去判断 和大概流出的信息呢 这个瓷瓶的成交价呢 大约是他 这个公开成交价啊 五千万磅的 五千一百六十万磅的 大概是一半的钱 据说啊 买家还是亚洲人 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啊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这件事一共拖了两年多 才终于有个了结 那我们就要想啊 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 这瓷瓶子掉地上 可就碎了啊 五个多亿买一个瓷瓶子 它为什么造成这么高的高价呢 这首先是因为大量的人参与 那一天出价的人 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人 所以这个西方人很多年前 一百年前就说过 我们是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就是自个人拼扎起来啊 都杀红了眼 但是跟人家打仗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再有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的重要的艺术品啊 只要出现啊 这个出现 它的去向都非常清晰 谁买的是吧 都很清晰 西方的大收藏家 大收藏组织呢 它都是有很好的经纪人制度 他不自个去拍卖场 他脑子不会热 因为他不去拍卖场 他不决定这个事 他有经纪人 那经纪人呢 是赚佣金的 经纪人帮他去买 西方有很多啊 这个收藏组织和或者是富翁 他不出面 他认为他们出面到拍卖行 直接去买呢 很失身份 西方人很认同自己的身份 在社会上的形象 比如他认为 我作为社会顶级富翁 如果我在拍卖场上身手 是个丢人的事 我一定要雇佣我的经纪人 我宁肯付给我的经纪人 一部分费用 他为什么觉得 他在这种拍卖行上身手丢人呢 是因为你身手的时候 有很多跟你身份不同的人 完全低于你社会地位的人 跟你同时竞争 你很跌分 对吧 你说你是世界级的富翁 你比如说啊 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是比尔盖斯巴菲特啊 他要上拍卖行上去买东西 他伸手 我就敢伸手啊 我伸手 我赢了 我就说我 我抢赢了巴菲特 如果他赢了 我也没什么丢人的 我跟巴菲特还产生竞争关系 本身我没有办法跟他去竞争 所以西方的大藏家啊 尤其是收藏组织一定不出人 他都有专门的经纪人出厂 我早年 30年前我去国外的拍卖会上的时候 一上拍卖场 所有的人都认的 都是经纪人 谁为谁服务都很清晰 今天不是 中国人很喜欢出风头 有些老板赚了点钱 马上就冲到拍卖场 自个儿就论远了 讲究身先士卒 对吧 中国的文化就讲究身先士卒 自个儿冲上去 那么 这种 这种经纪人制度 和老板亲自去买呢 它有很多 差异 什么差异呢 第一个差异是经纪人脑子是清晰的 它受雇于老板 它就不会乱出价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老板 由于自己出价 导致价钱飙升 就是大大超出预算 最后不付钱了之 所以社会它形成了各种阶层 你比如你到英国去 你到日本去 它有很多人的消费 就在这个很昂贵的地区 跨过一条街 东西就会便宜很多 他也不去买 他为什么不去买 他认为我为社会 就应该在此做出贡献 我不去省这个便宜 中国人可不是这样 我认识很多有钱人 专门来捡便宜 哪便宜上哪去 大钱不吝啬 小钱特别抠 这是我们很多富翁的一个特征 再有一个就是 这个英文里有个词 有个词呢 我们其实没有 中文里没有 他就说这钱呢 是新钱还是老钱 我们说有什么新钱老钱 我们只有新钱和旧钱 新的就是刚从银行印刷的 那个新票的巴拉巴拉做响 这叫新钱 旧钱就是一个柔皱了的招票 它不是这意思 英文中的老钱 是指几代人沉淀下来的钱 叫老钱 新钱是刚正的 我们很多今天的买家 就说起来我们今天的富翁 都是第一代富翁 所以这钱都叫新钱 新钱呢 用途就比较多 比如要投资啊 是吧 要理财啊 想这想的多 老钱呢 他就不去想这个 那么你说中国啊 有多人能花五亿多人民币去买一个艺术品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分析啊 你比如 买得起的啊 我们先说能掏出五亿五千万块钱 买一次瓶子不眨眼的啊 第一是大国企 我认为像中石油 中石化 中国移动啊 中国银行这种大国企 他拿出五亿五千万人民币 啥事没有 他绝对拿得起 但问题是制度决定他不能拿 所以他不成 第二呢 就是大的上市公司啊 超级大公司 有钱 你让茅台九啊 公司市值大 拿出五亿五算啥啊 但是制度不允许他去买一个瓶子 你不能说让茅台九这种上市公司 去抽出五亿五买个瓶子 说不通 所以也不能买 那么再有呢 就是私企 小的私企 咱不用说 就你那个公司还值不了人一瓶子钱呢 大型私企 一般情况下 你要抽走五亿五现金啊 这种流动资金 你马上这公司就失血 你马上公司就没有生命力啊 所以大型的私企 抽走这些资金也不可能 你说我们有的房地产公司很大 你看那房地产公司还欠银行好多钱呢 银行也不允许他拿着钱去买瓶子 那么想来想去 唯一能买的是谁呢 就是可能搞金融的啊 搞金融的啊 一笔捣来捣去赚一笔大钱 是最有可能买的 但是呢 我们要能花钱买艺术品 花这么大钱买艺术品 一定他要有一个计划 就拿这个东西干嘛 五亿五人民币 我们按照中国银行的一般利息 一年要生成几千万的利息 你搁这瓶子没用 往那一搁几千万利息就生成了 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支撑 那你的每年的这个钱在流失 所以买贵艺术品一定要想清楚 他最终是干嘛 由于买家不付款 因为这买家很清楚 是我们北京的 使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诚信 完全受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信息呢 就一点一点的啊 尤其在拍卖行里呢 就是损失殆尽 你比如我早年去苏比加世德 一开始我最早去的时候呢 见不到大陆来的人啊 我们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的信誉 你比如我有苏比加世德的那种贵宾卡 在全世界啊 任何一个这个苏比或者加世德的 这个分号里啊 我只要把卡一刷 他啪就扔给我一牌子 然后你该怎么买 你怎么买 买完了你就走人 你该交钱交钱 该取货取货 没有人审查你 那么在这个瓶子之前啊 09年的时候呢 这个法国拍卖那个兽手 大家都知道啊 一个兔子头 一个老鼠头啊 当时也是这个卖的很贵 和人民币一个多亿一个啊 结果是谁买的呢 也是我们国内的买家买的 买完了以后呢 不付钱 不付钱说什么呢 说这东西你是当年抢走的 我就买了不付钱 你知道他不管他当时怎么抢走的 你通过国际的司法途径都可以去 索要索取都可能 你诉讼都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说买了不付钱 这样的话呢 这两起在国际上比较大的不付款事件呢 就导致中国人的整体的信誉受损 受损到什么程度呢 所有中国人的信誉重新评估 每个人都评估一遍 很多人原来到拍卖行可以随时拿牌 去这个买衣食品的都不可以了 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押金 我们的社会 大家今天都能感受到信誉的损失 给我们社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成本 我们今天的社会呢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对方的私约了 过去的社会啊 最良好的社会是私约大于公约 我们今天被迫用公约来限制私约 私约不起作用 私约可以随时反悔 可是在我们的古代社会 私约超过了公约 什么叫私约 就是我说话算数 一言九鼎 四马难追 那么这个乾隆时期的杨彩套瓶 最终呢 还是以一个可以说圆满的结局 画上了一个句号 它什么时候冲出江湖呢 我们不清楚 我们真的希望 将来有一天这个瓶子又冲出江湖 让所有人知道 它曾经有这样一段故事 让所有人面对它的时候 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历史 曾经有一段 中国人曾经买过它 没有取它 我希望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按照全球的商业法则 把这件东西买回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天价艺术品 天价国宝的第一件